你要一次全部打完 一定是有困難的 所以要怎麼做 當然我們就拆解給各位看 按部就班來看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那個index 然後 我們去抓哪一欄哪一列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把這個地方刪掉重來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的話 那我就是 插入一個函數 這邊的話一定是檢視與參照裡面index index裡面的話 我要告訴他範圍 所以第一個 我的範圍是從這邊 Ctrl Shift向下 整個幫我選A1到A27 所以有27個人 那因為等一下可能我們會需要 向右向下 所以把它鎖起來 這個時候鎖一定是兩個都要鎖 因為會向右也會向下 所以藍列都要鎖 然後再來的話 要抓哪一列 藍一定是因為這只有一藍 所以不可能有第二藍 那只是這個地方 那 Role 主要是Role OK Role的話 你想說 我們剛剛不是用 等一下要向右對不對 所以呢 我可不可以用column去抓 column 所以這邊的話 column 小瓜糊 那我可不可以去抓那個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 自己幾藍 那當然因為我們是C藍 所以是3 可是3不是我們要的嘛 我們必須怎樣 1 減掉多少 減掉2嘛 對不對 高音每抓到了 按確定 向右填滿 因為要5個嘛 剛好 1 2 3 4 5 有沒有 剛剛好了 那 可是不對啊 向下填滿會怎麼樣 全部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column 都只會抓 一樣的那個藍 不管你是往下 反正他不管你哪一列啦 所以如果說你要向右 向下 都OK的話 那你可能要在哪邊做一點動作 在 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column 是抓他現在所在的那個 就是 哪一個位置啦 然後呢 你必須怎麼樣 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raw 列 列的話呢 是 必須是 什麼呢 就是他現在在第幾列 raw 然後呢 這個raw 主要用來做什麼 就是加上5的倍數 那 可是問題現在在第幾列 第1列嘛 所以記得先把他的第1列先減掉 為什麼 因為 第1列 不用加5的倍數 可是第2列要不要加 要 所以如果你減掉1 像第2列的話 2減1 乘上5的話 那不就剛好是 再加5的倍數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 特別重要先減掉 再乘上 5 有沒有 OK 跑錯了 這個後面這邊 有沒有 先前後刮虎 再乘上多少 因為我要 每5藍 每5藍一個 所以乘上5 好 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第1列都不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第1列都把這個列給減掉 那減掉之後 0 乘上5 還是0 所以不會加上 那個5的倍數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向下 就是第2列 第2列的話 那不就是 2減掉 1乘上5 那就加5 所以 1加上5就6 那也就往下抓了 我應該可以懂 那個理解 那個意思 按確定 好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向右 這個不會影響 向下 再向下 有沒有 做完了 該懂的意思吧 你可以發現 看似很困難 其實 還是蠻困難的啦 有點困難 不過你要一次做對 但是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 實際上 就是在 這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分兩邊來做 就是說 前面這個指的 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 初始值的位置 後面是加上 他要不要加5的倍數 所以如果你5欄 那就乘5 如果6欄 那就乘上6 一直可以推嘛 看你要幾欄 對不對 可以你把兩邊拆開來 這樣來理解 其實就變簡單了 因為是 都是同 一個 同一欄 所以這邊一定會是1 那不過呢 最後做完之後呢 這個地方會有個REF 的錯誤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要顯示的話 我講過了 你可以再做一次 把這個 公式剪下來 但是不要剪到等號 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因為如果說 這邊有個邏輯 對 邏輯裡面有一個 ifl 裡面呢 就會判斷 當然很多啦 只要緊字號 那 available 或者是value的錯誤 等等的 甚至包含這個什麼 reference 就是 參照錯誤呢 他也會幫你怎麼樣 幫你取消掉的話 那怎麼做 按確定 把剛剛的公式value貼上去 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呢 那請你幫我輸出什麼 沒有東西 OK 這樣子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向右 其實沒什麼改變啦 其實沒什麼改變啦 只是最大差別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沒有東西了 為什麼呢 因為藉由那個什麼呢 ifl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給他 他判斷 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那就給空字串 但是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呢 他就照原來的東西 幫你放上去了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ifl這個函數 他等於 如果你們以前有用過那個 isl的話 他等於if加isl 兩個函數 不過呢 相對的會比較簡單 好像前面我們那個數學裡面 那個日期裡面有用到 OK 好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試看 因為公式真的還蠻冗長的 而且 需要大概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如果各位做不出來 沒關係 我有把那個最後的完成的結果 你等一下重新整理一下 旁邊一樣 會有一個 就程式碼 然後你可以把它彈出視窗 這邊就會有我剛剛做的 第一段公式 第二段公式 OK 還有VBA的那個 程式碼 不過這邊是逮捕啦 可不可以寫得出來 可以 不過如果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想想看 最好是怎麼樣呢 可以在旁邊按按鈕 按下按鈕之後呢 自動全部跑完 OK 不過這個 我想應該難度還頗高的啦 OK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不過如果你可以 自己想得出來的話 可以解決 恭喜你 這個應該會蠻有成就感的 主要我們可以拆成 就是幾個階段 就是 也許你先把Column的概念先加上去 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 它的 藍數 如果你可以把它全部都拆開來 理解的話 我想應該 也不難去了解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拆成兩個部分 前面是指的是 它初始值的位置 後面指的就是 它要不要加上 那個倍數 也許五藍就乘上五 如果六藍就乘上六 那這個範例的話 主要就是說 單一個藍位 如何拆解出去 變五個藍位 當然 後面還有 我們好像還有其他的範例也是 那有沒有辦法 五個藍位 又幫我們把它集中成 一個藍位 可以分出去嗎 可不可以合在一起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請各位 有空的時候再動動腦筋 因為剛好都有同學問到 因為我們範例裡面剛好都有提到 有 單藍變多藍 有多藍變單藍 OK 當然 再更進階啦 不過我們這不是跟 進階 進階課程裡面有提到 單一個工作表 變成多個工作表 自動幫你分出去 或者多個工作表 幫你合成一個工作表 可不可以啊 OK 那工作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這樣的概念 延伸出去的 所以 很多資料不外就分 不外就合 分分合合 OK 所以 概念上面呢 基本上 都 也得一通 就是 從那個99乘法表 那個部分 出發 那裡面 我們用到的 不外乎 這個都講過了 INDEX Current 跟Row OK 實際上就是去抓什麼位置的資料 來試試看 這個地方是同學問的那個 切割名字的範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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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